文汇报报道 农年将至 核心区尖沙咀 以至铜锣湾 湾仔出现多宗利是封店 以及年花店短租成交 月租由4万至20万不等 地产界人士指出 虽然潮流已经倾向派电子利是 为香港利是封款式较多 仍然不少人喜欢派实体利是 加上利是封店 同时会销售农年装饰物 今年利是封店短租个案 同去年大致相约 预料利是封店生意仍然会不错 东风日报报道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明天开会 讨论有关青衣西路 以及楼浮山天华路 公营房屋发展项目 两个项目都计划开展工地平整 及基础设施工程 预计需要向立会申请 合共超过14亿港元的撥款 未来可以提供共7400个单位 不过东网记者翻查资料发现 青衣西路项目 在2021年咨询区议会的时候 原先预计兴建大约3800伙 现时计划比当年少了大约400伙 暂时未知原因 当时有区议员批评 计划破坏环境 由以插针式兴建房屋 质疑当局计划有欠周长 因为部门应该先研究再兴建公屋 我们下期再见